虽然是周秋假日 不过还是要提醒您 不要让诈骗集团给骗了 尤其是要多关心身边的长辈 有一名86岁独居的老人 他被诈骗集团锁定 接到了自称是刑事局干员的电话 说他涉及重大的金融案件 要他把存题出来 给他们保管才安全 老先生不宜有他 前后跑了好几家的银行和邮局 领出了200多万的现金 幸好有申请远景护钞 才保住了老本 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满头白髮的老贝贝 匆匆忙忙跑到邮局 一领就是80万现金 邮局人员警觉有异状 想阻止却遭到拒绝 接着老贝贝还申请护钞 因为他要到其他银行 提领更多钱出来 远景一路上紧跟着老贝贝 并举出各种诈骗案例 就是希望贝贝听得进去 儿子赚钱也不容易 不是不是 之前我也处理过一件 那个也是 没有问清楚好不好 跟我们申请说 护钞想要再去花企银行 提领人民币 那我们沿途上 我们发现他怪怪的 一是有被诈骗的状况 那我们 由我们黄巡左一路上跟他聊天 然后慢慢的深入 然后最后发现确定 他真的是被诈骗的 经过远景不断耐心劝说 卑卑态度终于软化下来 并开始娓娓道来 日前接到一名资深台北刑事局干员的电话 说他身份遭到冒用 而且涉嫌重大金融案件 要把储蓄都领出来 交给他们保管才安全 这是一个金融监管的一个诈骗手法 他主要是接到电话 说他的账户的钱 涉及了一个金融犯罪 那说有刑事局的干员 要帮他监管他的款项这样子 所以他就听着那个诈骗集团的话 然后想要去把钱提领出来 然后再找机会去把钱交给那个诈骗的人员 根据了解这名86岁的网姓老翁 一个人独居在高雄 加上之前是上校退休 或许早就被诈骗集团给盯上 事后贝贝也不断向远景道谢 远景也贴行告诉他 遇到任何事情不要独自面对 随时都可以找人民保姆帮忙 港督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采访报导 回大路都叫 回大路都叫 回大路都叫